8月24日 第60次Unitas军事演习在巴西周边海域举行 美国 巴西 秘鲁 以及阿根廷等国参与了此次演习 在当天的演习中 参研方重点进行了两栖作战 编队航行 以及舰载直升机起降等科目的训练 出动了AAV-7两栖突击车 LC-AC气垫登陆艇 以及EC-725直升机等装备 第60次Unitas军事演习在巴西周边海域举行 来自美国 巴西 秘鲁 以及阿根廷等海军舰艇 参与了此次演习 Unitas演习历史悠久 自1959年起 每年举行一次 Unitas拉丁语为团结的意思 是世界上运行时间最长的跨国海上军事演习 Unitas于1957年构思 并于1960年首次运行 每年举行一次 到2019年已经是第六世界 Unitas将侧重于加强现有的区域伙伴关系 并通过在演习期间交流 以海上任务为重点的知识和专业知识 来鼓励建立新的关系 该演习开发并测试地参与海军作为统一力量 应对各种海上任务的能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